各位觀眾大家好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日宣布 行使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89條及第89條及第89條及第4所賦予的權力 指明6名涉嫌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潛逃到英國人士 包括羅冠聰、蒙兆達、劉祖迪、鄭文傑、霍家智及蔡明達 並針對他們實施相關的措施 即是告訴大家 這些人已經被撤銷特區護照 而任何人捐錢、資助、協助他們這幾個通緝犯 都是違法的 一經定罪可以處以監禁7年 在這裏我呼籲一下 所有香港市民千萬不要以身示法 多名涉及勾結外國勢力、煽動分裂國家、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潛逃犯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是哪幾位 他們潛逃到海外之後 仍然死心不惜地亂港 例如霍家智和蔡明達 兩人在2020年7月到2023年8月 在社交平台開設頻道 升旗易得道 發布了多條影片 霍家智在影片中還呼籲香港人加入所謂的外國軍隊 並且組織軍隊在香港鼓吹港獨 意圖迫使香港政權的改變 這些你說大不大件事? 蔡明達又提倡在外國接受軍事訓練 用武力去對抗香港 又呼籲他人制裁 以及推翻所謂香港的現狀 這些通緝犯 簡直是歪理連篇 我想可能老筍都還沒關 現在保安局對這六名通緝犯 行使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賦予權力整頓這群潛逃害國的人士 他們的確是罪有應得的 大家要記住 資助逃犯是等同犯法 潛逃海外的逃犯們 從來未停止過宣揚違法的意識 繼續煽動市民支援和資助他們 甚至參與他們 以及他們的黨與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 現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第九十條是列明了禁止提供資金或處理資金 第九十一條 列明禁止與不動產相關的某些活動 以及第九十二條 列明禁止與涉及潛逃者 成立合資企業或合夥 所以大家應該留意 甚至連一些外國人士 我都覺得他們應該留意 無論直接或間接 向有關潛逃者提供任何資金 或其他財務資產 或經濟資源 向有關潛逃者 租入不動產 投資於該等合資企業 合夥或類似的關係 都已經屬於違法 真是可以斷他們的金流 相信市民已經認清楚這些人的真面目 無論是金錢或非金錢的資助 與他們想合作關係的人士 都有機會違法 警方曾經在去年十二月 成功地拘捕兩男兩女的捐款人 涉嫌違反國安法第21條 以金錢資助他人實施分裂國家罪 他們在網上訂閱平台Patreon 以金錢資助逃犯羅冠聰和許智峯 訂閱Patreon 網上捐款 全部都有職可尋 我在此再次呼籲 所有香港市民 大家千萬不要以身示範 相信保安局連同各執法部門 會繼續依法阻止這班寸途海外的人士 繼續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而且追究這些逃犯 他們的黨羽 和資助他們的人的刑罩 總之他們就是駝帽家 簽他們千萬不要制 而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96條 撤銷特區護照 根據資料顯示 護照的撤銷是屬於永久的性質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曾經在今年年初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草案裏指出 有口顏無恥之徒 連法庭都騙了 拿回護照後 就逃離香港 直言撤銷護照是針對這些人士的 任何人都不能夠根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 提出上訴 被通緝的 將會面對特區護照的失效 入境處會通知外國的入境部門 亦會聯繫航空公司 要離開所居留的國家或地區 就會非常麻煩 以後未拿到外國身份 或未審批可以做難民 他們現在變成屢外不是人 他們一天不回香港 面對自己的罪行 永遠都只是被通緝的身份 這些潛逃者 如果要回香港自首 也有方法 特區政府就表示 可以發出一次性的身份證明書 協助他們回香港自首 以上的人士 就算潛逃海外 其實一直都在不斷招攬 反華的勢力 勾結外部的勢力 在不同場合抹黑中央政府 以及香港的人權狀況 我們看到 今天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所賦予的權力 宣布種種針對他們的措施 足以反映了 香港特區政府是有法必依的 有罪必救的 即使現階段 未能將這群 逃寸海外的通緝犯 承之於法 但是 特區政府 包括我們的保安局 絕對不會因為這樣而放棄 會繼續搜集相關的證據 而且壓止他們得到任何人的資助 我相信很多人士都不會資助他們 但是有些人仍是非常無知 覺得 賺錢資助 私底下付錢他們都可以 但是 大家小心 如果私底下付錢 那你就去英國付錢他們 如果你在香港 匯款 或者採取任何動作 去資助他們 你小心 如果你覺得 這間屋的業主 是他們 沒什麼問題 我打算租他家 錯了 一樣有問題 你以為這樣就沒事 絕對沒有可能 所以 真的要特別小心 大家記住 任何人 干犯了 相關的罪行 終身 救責 是絕對 不會有任何的例外 好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請大家訂閱大衛sir 和天璣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各位